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是说你看本来是有的还剪掉 看着朗尼多心痛啊 对不对 谁叫朗尼啊 哦 他说的曼联的那个前锋 你刚才不是说 朗尼啊 我们全世界的大名 你刚才不是说邱正海吗 明明是讲邱正海 朗尼的名气更大嘛 朗尼的名气更大 现在朗尼他现在去做头发 就执发 人家说这是负面报道 结果后来是他自己写出来的 都无所谓 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我们这儿 知道朗尼这个人嘛 我们这儿有两位这个发型师 一位男的叫阿瑞嘛 对 文道过去是找阿瑞来剃头 最近改了找那位女发型师 我刚才注意到有不同 这女发型师剃完之后 还给他扑肺子粉 看到没有 这就是仔细 所以为什么我不喜欢找阿瑞嘛 你看女的来剃头就是不一样 阿瑞的时候就只看到两个光头在那里 真是 太粗了 当然文道今天这么做主要是给李娜亮灯 没错没错没错 李娜亮灯 我们要看看 是为了庆贺 对对对 这个天下现在谁人不说他 咱们导演可以看看他的这个照片 有漂亮的时候 不是 他什么话这是 你看 好家伙 他据说他指着那个尖 说中国人也能爬到那个塔尖上去 这是怎么说 瞎说呗 下面一个 你看他也能拿杯 再看下面 你注意他的胸 你看 你在讲什么 什么意思 那个纹身 那个纹身 宋明星跟我说 说好点 不是 16 16岁的时候 小姑娘性情众人 16岁的时候恋爱 就搞出这么一个结果 就那个纹身 那个纹身 然后你再看下面 然后 这也有可爱的时候 但平常也是可爱的 这是再看 当然也有人说了 说这个李娜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不但青藏高原唱得那么好 而且念佛也念得好 随便一打球就能拿大满贯冠军 好家伙 你再看看这个李娜 他他多种风采 你看 李娜 这不是他的 你再看下面 反正叫李娜 这家伙是跟这个清灯古佛作伴的 也有一个李娜 当年的这个大哥星 你看我们再看下面 是不是一念佛就没了 没了 看了这张照片 我们知道 闻到要是留头发的话 也能打网球了 也能拿大满贯 你主要是天成这样 你才阿弥陀佛 我是隐而不发 这个两位 咱们男的都软了 是吧 这个李娜 这个闻到你先亮灯的先 我觉得那天看着 真的是很高兴 因为基本上 他进了准决赛 就已经很期待了 那终于到了决赛的时候 我刚开始看他 我不是说对他没信心 但我觉得到决赛 已经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打到决赛那天 我知道这消息之后 我看到我就已经觉得是 我已经当他赢了 有点这感觉 没想到还真赢了 他奥王已经进决赛了 对 但是不一样 这回 法网我觉得 不过那场球 看得我火大死了 看得我真是 奥王那场 不是那个 法网那场 就是看得我真是大叫 为什么 怎么了 因为这个解说员 我是在上海看的 中央台的那个解说员 那我要公平地讲 那个一个女的叫余可 佟可 佟可星吧 那个男的叫许什么 他们的网球知识很多 而且声音也很好听 讲得很轻 总的来说 比一般的讲评都好 可是他们的讲评 犯了一个大忌 就是在发球的时候 还说话 他们在现场 他应该有这一点 common sense 就是说场子里 在发球和发球之前 这一段 是鸦雀无声的 你记得 李娜最后那个发球 有一个中国人 在那里喊他支持 他还特地停下来 以前还有个 shout up的事情 我对的电视机 就大喊shout up 我说实话 我是经过犯犹豫才这样 说因为中央舞台 还答应 明年欧冠杯 还找我们去评球 中央台是我们 电视界的老大哥 对 可是呢 整的他们的评说 是不错的 声音也好听 但是就是这一点 我觉得 这个叫人 真是太火大了 这个基本上 都可以知道 网球有个基本的道理 就是发球 就打球期间 你不能发声音 所以你不能做评论 所有的评论 应该等这个球打完了 你再做 对不对 尤其是 他不管 你在那里打球 他在那里就 全国人民期待 眼看着希望 就要实现了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 那天我真的是 我觉得我应该 要讲一讲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体育解说 就像翻译一样 像个文学名著的翻译一样 你翻得不好 到了另外一种 文化语境里边 这个 所以我发现 这个做人的阅历和程度 是你越做到最后 不是说你懂得 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而是你懂得 什么时候不说话 这个在美国的网球转播 他到 他首先第一 他讲话声音很轻 像耳语一样 我不知道 他那个转播台 周围其他国家的转播员 会怎么看他们 跟下面的观众 因为那个时候 是没人说话的 一点说话 他就可以抗议 运动员就可以不发球的 大家知道 这个基本点 网球在中国观众里面 我知道 我理解 因为他们可能想 中国人需要一些普及 比方他在解说当中 看人家没那么多 是吧 为什么第三分 不叫45 叫40 哪一分比较关键 这些我都不懂 这有点普及性的 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 从一开始 你必须尊重 他的基本规则 我觉得就是说 发球的时候 发球之前 他拍球的时候 就不能再说话了 这一点应该可以做得到 他这种运动 你别看裙子穿那么短 他实际上是一种挺绅士范儿的 这么一个传承 网球本来就是 网球本来就是 他在全世界的体育里边的位置 非常特别 他差不多是最有代表性的 中产阶级的一个运动 如果说高尔夫有点稍微有钱点的人 那其他的几个运动 像美国的像NBA 橄榄球 那都是大众 棒球还好 但网球是一个 而且网球是一个美国欧洲 几乎全世界都非常 就非常流行的 这次那个 李娜拿了那个罚网以后 那个我一直很佩服的一个人 叫李永波你知道吗 羽毛球 羽毛球的教练 说了一句傻话 说了一句傻话 他的评论是说 不就是一个锦标赛的冠军吗 还没拿到奥运冠军呢 你们别乱捧啊 这个话就等于说 这个你说你这个 世界杯 只不过拿了个世界杯冠军 还没拿到奥运冠军吗 好像 这叫奥运上脑啊 好像这次微博上 大家都觉得这个冠军 特别不得了 当然啊 这四大满贯的一个冠军 这绝对比奥运冠军值钱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球类运动里面 奥运是不算什么 你说足球 篮球 奥运不算什么 网球这都不算什么 这他们这些运动 都有自己的一种联赛 有自己的一些的一个赛事的一个阶续 那么而且呢 很奇妙就是这些运动啊 它是分布在各种的不同的阶续里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刚才子东讲那个 其实讲的就是说 全球的运动 它有个从 不能说从高到低吧 就从极精英到极大众 是有个排序的 最精英最精英的运动 是什么呢 比方说像马术 马球 反正骑着马干的运动 Polo 那是最高档的 那接下来呢 可能就是高尔夫球了 高尔夫 那接下来呢 就是网球了 那么网球就已经中产阶级 到最底层的呢 其实还不是足球 而是摔跤 摔跤就是 美式摔跤 就那种演戏一样的 美式摔跤 假摔的那种 对的 假摔的是最底层 最炒根的一种运动 那么在这些运动里面呢 都各自有自己的精致塔尖 那这个网网就等于是网球界里面的精致塔尖了 比如说接下来的过两个礼拜 这温布顿呢 这几个大满贯 所以他们说那个微博上聊嘛 说有一个拿易经算卦的那个大师 赛前算这个李纳这个赛果啊 算出一个诵 诉诵的诵 后来他们说这诵卦是说李纳拿冠军要惹上官妃吗 大师说了就不是啊 这个宋啊官司啊法网难逃啊 这李纳肯定能得冠了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再引进一个嘉宾啊 咱们的扎剑英老师专门发邮件 他在纽约呢嘛 然后呢就说 看得我热泪盈眶 强烈建议你们好好呛一下 以示庆祝 我要是在中国一定谋遂自荐 他要来聊聊这个李纳 为什么呢 他说我既是网球迷 又是半个湖北佬 他妈就是武 他妈就叫汉生 武汉生的 然后呢他说李纳 是我们典型的湖北辣妹 个性强 直率 火爆脾气 情绪起伏大 但是坚韧不拔 而且他火爆脾气 又念了一遍 而且他多有故事 炮轰国家队 单飞 夫妻党 括号 那个江山也特可爱 典型的湖北男人 冠军感言也比刘翔当年酷多了 一点没那些套话 长得又好 要脸有脸 要身材有身材 说至少你们得枪一级啊 中国足球踢的那么臭 你们还枪那么多级世界杯 网球大满贯 女单冠军 史无前例 至少得枪一级 所以有见于扎老师 咱们才做了这一级 对没错 就是他的提议 不过呢 我想说回来就是 刚刚说到他单飞那件事啊 我觉得这回这个事件 让我觉得 我也是特别的不满 不满什么呢 比如说我这回 我看到一些当年 就是主管李纳 他还在国家体制内的时候 他的一些主管领导 这回也都出来说话了 说什么热泪盈眶 也说什么非常感动 说他给国家长面子争光 但是我不晓得 像老网球迷啊 应该都知道 当年李纳单飞前的时候 那些人说什么话 说他是思想水平不高 道德水准有问题 满脑子想的就是 那是这么样子 所以这个镜头特别有意思 当他在那个 这个type break 达到5比0的时候 我们看到孙靖芳 在孔权大使的边上站起来 这个镜头就非常有象征 因为当初就是孙靖芳批评他 他是网管中心主任 所以这个李纳呢 现在很多人讨论就是说 他在举国体制以外 走出另外 当然我自己觉得 举国体制也有举国体制的好处 但李纳这条路 网球都是这样 俄罗斯很多运动家 都在美国长大 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可以这样说 我从Lando那个时候开始 过去20年 每一场大满贯 我都看 真的像做梦一样 我们以前看球的时候 常常有时候在想 就是说 哪天能看到中国人呢 就除了一个张德培 张德培 张德培是个华人 但是他中文都不会说 对不对 他也是法王 没错 他就是80年代 我就说张德培得冠军那个时候 印象特别深 开始看 以后每次都看 Sambles 就是一代一代的什么 那个两个黑人的姐妹 这个 迪延斯 什么 Hingles 我哪一天有中国人 这个意义真是 李永波此言 差异就这个道理 但是呢 更难得可贵的是 那个李纳的清醒 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人家就问他一个问题 说你现在举国英雄了 你回去一定 就是大家怎么庆祝了 他说再过两个礼拜 就是温伯尔顿 要是我温伯尔顿打不好的话 他们很快就把我忘了 对 不会忘了 但是很快就有些人 会跑出来说 什么稀奇吗 你看 很多人法网冠军 温伯尔顿一两圈出去的 我当然不是说希望他不好 我当然希望他 每个大满冠都打得好 因为事实实在太不一样了 但是因为法网 在四个大满冠里边 是最容易爆冷门的一个 新手出来多数是法网 而也就是法网会出现 就是说一个冠军以后 就此像张德培 就此就没了的 对 就法网 因为他的比赛场地 是最特别的 红土吗 你比方说澳网 跟美网如果得 因为他是常规的人造场地 一般你在那里拿到大满冠的人 他优派打了 就可以打很多时候的 但是四个大满冠里面 说实在话 最重要的还是温伯尔顿 这个是传统上 最重要的还是温伯尔顿 而且你刚才讲这个 这是我讲句 怎么说呢 不公道的话 就是什么呢 有些时候 你比如说这个人 像中国变化这么大 某些领导 态度也在转变中 这个我就有一个感想 你像这个李敖先生 出了名的 喜欢那个勋章摘据 你看他弄人 就是说 今天你这么说 二十年前 我找出证据来 你说过这样的话 然后就证明 你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有一句 不公道的话吧 我就觉得 使一使比一使一 对 我就觉得 他这种对人的要求 是一种极严格的 很高端的对人的要求 你说的是过去 举国体制那种要求 同于而终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时候 一个人 二十年前 他在那种环境下 他的这个看法 也许也是真的 今天事后变了很多了 你不能说 这个人怎么当年这样 今天这样 可能我们每一个人 当然 说许老师 十年前你说过什么话 对 我刚才讲的意思 我一点没有批评 孙静芳的意思 我反而觉得 这是一种胜利 而且人在这个场合 肯定会这样 问题是以前的制度的 一些问题 而且也不值得 为了理纳一个人 就全盘 因为有些运动 其实我们刚才 讲的一个问题 世界上的运动 有一个特点 就是为什么奥运会 不是最重要的运动 都是有职业比赛的运动 他在奥运会 就不那么重要 网球足球 对不对 凡是没有那么大的 商业的职业的运动的话 在奥运会 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中国将来 应该是有一种双轨制 就是说 能职业化的 你就去职业化 那有些比赛 你像有些女子举重 射箭 你让她怎么去自己赚钱 而且你发现没有 就这种 个人做人的魅力 体制内的人 和体制外的人 是有分别的 就好比 我们在凤凰卫视的主持人 和不在凤凰卫视的主持人 是有分别的 我们像是这个体制内的 对吗 你还以为自己是体制内 你别把自己当自己人 给人家央视的人贴的 你凤凰还是体制内 不是 你不是港台吗 天外有天 体制外有体制 你知道吗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一种 你跑出去的 也算是体制外 所有体制内的 你知道吗 你比如碰见什么事 你就背负着的 你看往往 不是说你这人 没什么个性 而是说 你考虑的问题很多 你不能连累谁 你不能什么 你看你跟网上写博客的人 他对外界世界的应对不一样 因为他这文责自负 所以你看得出来 你看李娜这魅力哪来的 你看往往体制内的 他也不见得是不幽默 他也可能私下里 这个性格还很好玩 但是他不能展示 体制就像给他穿上一身西装 你看比如说像李娜 在获奖之后 他说的话 跟很多的名牌的 我们国家体制内的 跳水的一包明星 比赛后说话就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 我发现我们几任跳水明星 事后接受人家的采访的时候 说话还不错 还挺好 然后说的都是这样 很简短 感谢教练 不愿意 对 那感谢是必然说的 是套话 那但套话之后 叫他说回这场比赛怎么样 他说话不多 但是你看李娜 他会说的比较细 然后呢 而且这回大家最注意的一点 就是他感谢 因为他没有感谢国家 他感谢先来感谢赞助商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表示他是一个 但这是很常见的 在国际上 你做一个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 商业活动 这是个 你当然是为奖金 你当然感谢赞助商 这跟国家没什么关系 反过来 我觉得现在国家 其实要感谢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那些奖金 他赚的钱 仍然在分成给国家 没错 我跟你讲 这个国家反过来要感谢他 而且你看这个刘峰所及 我发现对于李娜的报道 纽约时报都学习人民日报 纽约时报写到 此时此刻 李娜肩上承载着13亿人的祖国 纽约时报写条话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当然这个钱咱们也算一下 就说李娜的这个法网冠军 奖金为120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1,121万 其中要上缴8%到12%的 个人收入给网管中心 而他单飞之前呢 要上缴收入的65% 是 所以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分别 那当时呢 很多人就批评李娜 说他爱钱 说太为了奖金来打这个球了 那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传统上 因为我们那种举国体制 就像跟徐老师讲 是跟奥运挺接轨的 那是一个非常不商业化的 一种运动模式 在那种模式底下 我们总是觉得一个运动员 他要做的就是为国争光 那么你一讲钱呢 就在颠误了你的运动员的身份 但是我们就忽略了 其实对很多商业性的运动来讲 有职业运动 比如说像网球 篮球 就叫做职业运动 那你不讲钱讲什么 那当然讲钱 你首先讲钱 然后再讲为国争光嘛 那么为国争光 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不应该是个首要的一个目的 那么你想想看 而且不只是为国争光的问题 就这个体制啊 他说对人的这个管理 到了一个我觉得是不必要的严苛 像军队一样的地步 像当年我们今天都说 他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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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恤很恩爱 关系很独特 他老在厂上骂他丈夫 对不对 但是当年 敢行油啊 别坐在那里 对啊 对对对 说武汉话 我们都搞不清楚他在骂什么 他几个球打不好吗 他在发火 最后翻译出来说 加一下油啊 别干坐在那里啊 她 pró aktfed 自己打不好 就怪老公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看当年 因为江山是他师兄 其实是同一队里的师兄 当年他要跟他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 是部门里面单位里面不许的 是吗 不准的 这认为是违反性律 这等于办公室恋情 所以你想想看 这是你从这个任何角度来看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运动员 他们谈恋爱跟队友谈恋爱 这个为什么也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管理呢 失恋了影响运动状态 但是问题是 这时候就是你把这些事 都当成是国家的事 对不对 不过网球是一个很特殊的运动 网球特别讲钱 他每年的世界排名 就看你比赛多少 然后总的奖金 他分析一个运动员的成就有几个 你的大马冠有多少 你这一年打了多少比赛 总的分有多少 不要最后保住了 差一点被德约克威尺强调 还有一条 你的奖金是多少 所以有的运动员 像跟他对赛的那个意大利运动员 平常是很差的 只有在法网红头上才好 别的比赛都打不好的 去年也是他拿冠军 但他别的比赛都不好的 打得好的人是要年纪非常轻 要不断的比赛 不断的 像什拉波瓦这些人 根本住在弗洛丽达 很多年就在弗洛丽达 完全美国的训练 可是他们有点硬 他保持着俄罗斯的国籍 所以他一旦赢 他是俄罗斯运动员 可是其实你说他整个生活 他从小就在美国长大 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网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 那他这8%到12%交给俄罗斯吗 我想他们没有 他们没交 过的美国的税多得很 59%交给俄罗斯